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演艺事业的一个新起点 我们都会支持你 希望大家来支持我们这部戏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跟我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出国了 出国了 他公派到那边去工作 然后呢 我跟我妈妈 我也没有爷爷奶奶 我们两个是相依为命的过日子 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能干 就是我印象特别深 我去 我爸去机场的时候 那我那会儿小的哭都不行了 因为感觉没有离开我 就跟我说 张宝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你是家里唯一的男人 你要照顾你妈 那一会儿我是九岁吧 三年级 你要照顾你妈 然后我到了家以后 后来还是我妈帮我回忆起这段的 就说 说儿子你知道你到家 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我妈说啥了 她说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爸爸 你要听我的 就是 就这一句话 我就觉得 好像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然后呢 照顾我妈 我自己学做饭 当时那会儿我们住在那个院里面 北京的院里面 四合院啊 对 然后呢 要生火 生炉子 小的时候生那个风波美 就是一个眼一个眼的 对对对对 你那么小就会干这个 我出过闪失 就是特着急嘛 拿那个火钩子勾那个盖 风火勾 勾不到勾不到 我就着急 我就拿手抓去了 抓火盖就把手就全给烫了 那时候小孩去抓那个 我就着急 我就想给他赶快弄下来 然后我怕那个火又灭了什么的 我赶快 结果我妈就给我爸写信 就说儿子 把手给烫了 然后我爸那边还挺难受的 那我是觉得 我应该经历了别人没有的一些童年 我想问一问 就比如说你和妈妈 像平时做饭呀 都谁来说 我妈就是不会做饭 其实家里那会儿是我爸做 然后呢 我们俩那会儿以对付为主 就买点什么火烧啊 买点什么那种吃的对付为主 然后后来呢 逼得就没有办法就 因为我妈上班很远 从我们家 她在通线上班 要将近有两个小时路程 很辛苦 你下雪就自己在家里 对 我的外号啊 我以前有个外号 叫小钥匙 就是脖子上永远挂钥匙 然后那一个人在家里面 小钥匙 我就自个儿 经常就是比如要下雪啊 下什么的 我就打个伞 站在车站 等我妈 真懂事啊 一等就两三个小时 然后邻居说 哎 咱们上我们家吃吧 上我们家吃饭吧 我说不 我不吃 我说我妈还没吃呢 我就等她 经常那九点多钟 然后那会儿我自个儿 会做什么紫菜蛋花汤啊 很小 然后我就把它做好了 放在那儿 我就接我妈去 我妈回来已经都凉了 已经凉了 但她还是给喝了 她都觉得她 我妈就觉得她很幸福 因为我知道你在成长经历 有一段去报考厨师 跟你妈不会做饭有关吗 有关吗 我小的时候其实 很少就男孩去报考厨师 特单纯 我就想给我妈做顿热乎饭 这是我的一个志向 结果我去考厨师的时候呢 也没有反对啊 我妈也没有反对 然后我自个儿特别的 我记得那个考试怎么考呢 颠炒勺嘛 先不让你颠炒勺 拿一个哑铃 举起来 一分钟 她是要有这个测试的 我砰一举起来 然后那个考试 老师说行了 先放一放 再折了 快放一放一放 说那个 说孩子你不适合干这个 你别干这个 说这个很苦的 说你这个身体 你看 瘦小的 说你弄别的吧 干别的 别干这个 然后我就 取先救国的 去干了个调酒师 然后呢 自个儿就偷偷进修了厨师 调酒师好玩吗 也跟想的其实不一样 在哪儿啊 就她是职业高中 学这个 但我觉得特酷 还有音乐动词动词那样的调 没有 老师不让我们那么练 说那些都是属于花靶式 那个 就是不让我们练这个 就是正规的 我写了六百多份品酒报告 然后呢 就是包括考到中级调酒师 我往高级考的时候 我就 就没再考 你当时的志向是什么呢 你 学厨师学调酒师 你 你的远大志向是什么呢 我没有远大志向 那会儿我就想做一个 那个厨师说 自个儿 我觉得这也是一门手艺吗 我觉得 而且 我妈妈又不会做饭 就是我从小的根是在这儿 就是想学这个东西 所以我现在的身边的朋友 基本都是厨子 多少呀 全是各大饭店的厨子 包括什么经理啊 都是这个就是我的同学 那你后来就是 调完酒之后 拿到厨师证 你到哪上班了呢 我在香格里拉饭店 上了半年 其实算实习 香格里拉的服务员 特别的帅 尤其是男孩 你在那里面算帅的吗 就是香格里拉那个 那会儿算帅 所以很受别人排挤 因为咖啡厅的女 女孩多 我去了以后 其实是比较 还算比较吃香的 就姐姐们都很照顾你 但哥哥们很生气 然后就各种的那种 难为你刁难你 因为确实是 那个要从一个学徒 包括变成一正式员工 他都会有这样的 有一点欺牲 对 有点对你这个那个 任何职场都这样 但我就是不服嘛 我自个儿 我说我为什么 性格骨子里边叛逆 就不服嘛 你不讲讲怎么了 我就觉得说 有什么他让你有可能 把全餐厅的口部都数一遍 然后呢 要么把全餐厅的叉子数一遍 是数完了 他老说不是多一个 就少了一个 就有点故意的 对 我就有点不干了 排班也不是特别的那个 我经常上的班是 五二追六一 怎么解释呢 就是五点钟 晚上五下五点钟到一点钟 到晚上凌晨一点钟 下班了吧 然后呢六一呢 就是六点钟开餐 到一点钟 就早上六点 等于睡四个小时不到 这个排班不合理啊 那没办法 你新人你去了以后 老给你排这班 因为五二追六一 对 哎这词挺好的 五二追六一 恨死了 然后就 我那会就性格也比较直 能够讲讲爆发的是什么事 我就 直接把拓盘就拽人脸上了 然后我就直接说 我说 我要再干这个 我性你的性 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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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我说到 我说老师我要自谋生路 受刺激了 对 我要自谋生路 其实那阵是我特别特别 灰色的时候迷茫的时候 因为我辞掉了我自个的 正规该干的事情 我没有出入 当大家都开始挣钱的时候 我就在家 我去干啥了 我去当群众演员去了 为什么 这这 我算是 嗯 半个文艺爱好者 喜欢 喜欢弹个集的唱个歌 然后喜欢跳跳舞什么的 然后 出这 然后说这 您也出不了唱片啊 您这也不行 后来呢 我就老跟一些 跟这个有关系的人聊天 哥哥们什么的 然后人家说 哎 张伯我 我我告诉你 曲线救我的道路吧 我说怎么救我 你去当演员去 我说什么 你去当演员去 我上哪儿当演员去 然后当时就知道一个 小燕子什么的 然后就 就说说 去北营场 那儿修 门口 门口 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 由于当时的形象还是不错的 哎 小伙子来来来来 这车有明星 跟我走 这车 这车 就走走 就跟群头就认识了 就留了电话 我还记得有一个特别 一样特深 去了是 龚汉林老师和句号老师 他们的一个戏 还有李丁老师 然后把我去了以后 还有一句词 什么那句词 说的是什么 说 几万块钱算什么呀 我 我爷爷的一个瓦片 就全给 全底了 交给了我 哎呀 我这兴奋紧张啊 结果就这一句词 说了快半个小时 没过 所有的群众员 在后面就开始 妈 你有时候已经十一点半了 来吃饭了 公 对对对 然后他最逗的是 有一个市营老师 在树上架的鸡尾 哎 这谁找来的 这行不行 我 我一块掉下来了 去 市营老师 在树上 你太紧张了 这我特别紧张 结果最后这句话 就又给别人了 后来又重新在那什么 印象太深了 然后 姐姐听我说啊 我后来是怎么知道 吃饭的时候 盒饭 我就一个人在旁边坐着 我没脸去拿那盒饭去 因为所有的人都在骂我 哪找来的 什么玩意儿这是 就全都在那骂 那电影而演的 不是就是这个吗 哎呦 你后来看了 不是 我后来最逗的是 那个群头特别好 走的时候 哎 这么这是你的钱 二十块钱拿着 我真是 我说那个哥 我对对对不住啊 我有点紧张了 说没事没事没事 刚开始都这样 慢慢就好了 哎 这人挺好的 也有这种人不好 他们特别不尊重群中演员 但也有挺好的对吧 我印象还有一个话 是摄影老师跟我说的 特别经典 小伙子戏不错 但你没在画里 镜头对在这儿 我在这儿呀 真的 小伙子戏不错 你没在画里 但你那时候 你知道你在干嘛吗 把自己的专业工作和未来 然后拿那十块二十块 我觉得你可能这种冲动啊 你自己知道 但是你的妈妈爸爸 他们会看到 在他们心目中 你那时候是一个 什么样的孩子呢 我因为这个事跟我爸 基本上六年都没怎么说话 算是 就像脱离了父子关系 那种感觉似的 特别 我爸就对我的评价说 跟我妈说这孩子完了 这孩子完蛋了 就是没救了 我妈呢是很支持我呢 我妈是摆擦自个儿的那种 那点儿挣那些钱都给了我 说你要能用啊 不报个班啊 或者说你 因为你要请人吃饭 才能学东西嘛 就是要请客学东西 想搭建一些人际关系 把这个都用在这儿 但我爸呢就是属于就疯了一样的 有一天就急了 他不能理解的 摆桌子掀了 我摆椅子踢翻了 我就跑出去三天三夜也没回去 就在外面睡在绿堂椅上 也夏天嘛 然后呢 我就 他就不能理解 他觉得说你是在胡闹 包括我考中系和考北电 我当时穷的呀 我就想什么 就是我自个儿那会儿 特逗的是我自个儿去什么 去报补习花课的班 因为我是高职的 跟那个大学的不接轨的文化 我就去报那个班 我去借了一屁股账 因为没人借你 借了就是 哎 到处 你借我点钱 我用补习班 那就花小一万呢 然后后来呢就 借到这个钱去 上胡闹瓦克 每天十块钱 倒三趟车 那会儿一定不敢坐的是空调车 因为空调车两块 这都要算 对 必须要算 而且我必须保证 中午我有一个煎饼吃 中午必须要有一个饭 结果我到都已经开始 就补习花课也很认真什么的 结果人说 中系北电还有三室呢 还有考三室我都不知道 你以为考文化课就 对 我觉得就报上 有可能文化课过了就行 还有三室呢 我说这可瞎了 这能过吗 我就一样特别深 在北电先考的 我早上起来跟我妈说 我说妈 一共六次考试 如果我都能考过 你儿子注定这辈子就干这 如果没过 到时候再说 结果呢去报名第一天 特别长的队啊 我说怎么这么多人啊 算了 后天再来 后天来了 比第一天还多 我说这可不行啊 你看一看听一听 就听家长们带着孩子 哎你们家孩子是什么专业的 我们家孩子学舞蹈的 你们家那个呢 我们家是这个学表演的 哦 我也想我终极调酒师 这不搭调 太逗了 终极调酒师 结果呢 就这终极调酒师帮了我了 我这终极调酒师 因为你不要自报家门以后 你要必须就说你是干什么的 结果一到我这儿 终极调酒师全场都爆笑 老师也觉得这终极调酒师 挺有意思的 结果考试考试 还就都考上了 都考上了 我就特别特别开心 我记得我当时拿到那个 你说北电跟中细一两个都考 都考上了 而且北电还名次比中细靠前 最后录取多少个人总共 当时北电是一万三千多人 要二十五个 你看 中细也是 中细调酒师 中细调酒师 中细呢 中细也是一万多 然后也是二十五个 也是二十五个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 特别不容易 而且挺神奇的那种感觉 太神奇了 那你赶紧告你爸呀 赶紧跟他缓和关系呀 缓和就在那儿也不行 我就是考大学的时候 我第一年拿了年纪第二名的时候 我就掉眼泪了 因为我觉得我考得特别不容易 我们老师说你哭什么 我回家就跟我们家说 我说妈 我拿了年纪第二 但我明年一定拿到年纪第一 但家里基本就不接话了 你扔出去就没有 我就不愿意在家待着 我就住校 我不回家 然后包括我们老师问我 说 张伯你成绩这么好 你有好多汇报片段 怎么父母不来看你 不北京人也不买机票 我说他们不喜欢 说你看那个一个过话的 他爸都从吉林哪儿都飞过来了 其实我心里特别难受 我大一的时候 有一次我回家 夏天跟哥们在一块 外面好久聊天的时候 我爸四伯都喊了夏天的时候走 我特别想说 我说 爸你别生我气 我错了 受不出口了 就是这个话到那儿就说不出来 我特别特别想说 我说爸我错了 别生我气了 我一定能干好 我一定能证明给你看上 你觉得你儿子是多么优秀的 一下到了大四的时候 我毕业大戏 我的男一号 我爸去了 我爸去看 大四才去 大四才去 那是第六个年头 我印象特别深 看完了以后 我爸在锣鼓巷 这个小饭馆里面 我们仨人 还我妈吃饭 我爸举杯 说儿子 演得不错 哎呦真好 你爸 我当时我自个儿就 当时我就哭了 因为我用了六年的时间 证明你对我的认可 我无数次想跟你说 我说我能行 但是我也明白 因为你 他觉得他帮不了我 我特别能知道 他的那种无奈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一定要证明自己给你看 当我拿到这句话认可 其实我是 我这一辈子 就是我到现在为止 最怕的是 别人不信任我 我一定想让你信任我 但是我最希望信任我那个人 他没信任 所以这六年走了 我说 我说爸 谢谢爸 你知道 其实你爸 这么想一点错都没有 就是说 在大部分的父母心目中 这个孩子不能够理解 然后他就会说 你看你这个孩子 这么好的工作 五星期酒店 你把盘子都在人家脸上 就是你就不单待 对吧 还有 你干什么都干不长 干了这个想那个 干了那个想那个 你看看你周围人都干嘛干嘛了 你去电影场门口当群众演员 那是个工作吗 你将来怎么娶媳妇 你难道要靠父母一辈子吗 我想都能想出来 就会台词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 为父母说 有一次我跟我妈聊天 我妈说你说当时就是说 这个调酒专业也很辛苦 其实你最后选了一个 是最辛苦的一个事 对 但是就为了堵这口气 结果这一下支出了这么远 你喜欢啊 你喜欢对不对 你现在后悔这选择吗 一定不会吧 我说的不是成名 你没成名的时候 去演那些戏 你后悔吗 不 我特爱这个行业了 对 我觉得我当我考进中戏的时候 我才觉得 什么叫幸福 我就觉得我的天亮 其实有很多人 都会给你很好的意见 父母也是从爱你 或旁观者给你 但是你要听吗 也要也不要 你要遵守自己内心的感觉 选择你认为 最愿意从事的这些 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 其实我记得当时 我妈就说说 儿子你去吧 你只有一个18岁 你只有一次选择人生的 你妈太棒了 说你只有一次 选择自己的机会 后来我发现人有两种 一个是等待机遇 一个是创造机遇 我做了后者 对 所以我走到现在 是 我要给你鼓掌 这我真的是 想说这些 就是希望 当孩子的愿望 发出的时候 我们不要用自己 既有的观念 先去粉碎它 我们听一听 而且她妈妈特别牛 她妈说的就是 你18岁 其实背后就是 你有输的机会 对 对吧 我经常特深 我就说我 我只有18岁生日那年 没有生日蛋糕 是我妈陪我在 麦当劳里过的 也是我特别难的 我妈就鼓励我说 儿子你能行 你是最棒的 为什么在麦当劳呀 就是 她总想说 我妈妈说给你18岁 算成人了 说过生日 但是我其实没有任何想 想去过生日的预约 因为你没有成就感 18岁 对 我特别失落 特别失落 然后我妈就把我约到 她觉得那个环境还不错 能跟我聊聊天 放松 放松放松 跟我一起 就跟我讲了挺多的 但是我是觉得 我能有今天 这跟我妈 是完全是分不开的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是我妈一直在背后坚强地顶着我 说儿子 你就永远记住了 你的选择是最正确 不用考虑我们 谢谢 谢谢爸妈 谢谢爸爸 不管什么样的方式 我觉得我们都能接受 但是我觉得第一个行为 我们都做过 对吧 但是有谁敢做第二个件事 我觉得你的成功 是因为以第二个 就是说 北京人特别好面 我觉得北京人 其实很多人说 北京人特懒 我不觉得北京人懒 北京人是因为 他跟我们不一样 他能够蹭蹭家里的住 蹭蹭家里的吃 所以他没有那么大危机感 但是北京人最难跨越的 就是说作为北京孩子 到电影场门口 让人吃得来吃就吃得去的 去当群众演员 但是你迈出最正确 是你的第二步 对 我觉得 就是不摆自己打碎了 就不能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自我 我就觉得一定是 要让自己去感受 那个是真正的社会 我觉得那是真正的社会 你去了以后 你才知道你有多低和多渺小 而且包括我自己 当我扛不住的时候 别人也会给我这样的鼓励 你想想希望工程的那些孩子 你比他幸福多了 对 对我就觉得确实是 我觉得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只要你 就是还是你够不够坚持 你自不自信 够不够坚持 我最开心的就是 我能证明我自己给我的家人 也是我最想让他们看到的 我觉得你出不出名什么的 这还不是最最终的 我说我父亲 看了我演的三国 看了我演的孙权 他喜欢吗 我父亲第一次以我为骄傲 跟别人说 那是我儿子 我都快疯了 他喜欢三国是吧 不错眼珠的 我还在看完呢 我爸就当时就觉得说 他本来就是三国迷 他说我儿子能演一国之君主 是特别 他也想不到的这种 所以他能跟别人去说我的事 而且我还是从别人那儿 听到的时候 那我那个美啊 我告诉你演完战雷 他应该更美 你相信吗 我是觉得 战雷是 圆了一个我爸军人梦 因为我爸特别想当个兵 但是他没有 因为家里的各个条件 他没去 然后呢 这次我觉得 战雷是我爸现在已经开始 是向别人推荐的一种 你走入非常近距离 感谢乐风网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那坐在我对面呢 是我们这部戏的男主角 战雷 讲的是一个 功兵 对 功兵排雷 其实我们 号称中国版的拆弹部队 那你这个人物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怎么说呢 我是一个 从一个魂不立的问题兵 变成一个兵王的 这么一个成长过程 就是一后进身 变成一榜样的故事 对 他最后能成为一个精神领袖 是一个精神领袖的 我听说你们这戏拍摄的环境 特别苦 然后到处都是蚊子 每个人都被盯 我觉得特别 你给我们讲一下 那是什么情况 你们这几个月 他都不能称之为蚊子了 他是那种小咬似的 你没见过那种东西 自个儿咬的 有一个现场的一个执行导演 身上一天被咬了 快一百个包了 就已经都 叫秘籍综合症 就受不了 就老被咬老被咬 然后被马峰遮 我们是怎么聊天的 在现场 特别有意思 大家比如说 怕你拿出一个花露水 怕你拿出来喷 什么孩子 你这不行 你看我这 然后你这也不行 你这也不行 最后拿了一个 就是抗热带雨林的 防蚊虫的那种 特别狠的那种 然后大家聊天 比如我在这 这有哥们 这有哥们 对剧本 就是聊着说说话 他就抛出来了 就先喷着跟你聊 其实这场戏吧 我觉得咱这么弄 然后这不是还有人吗 你觉得呢 不是你说两句 你说两句 大家没有一个躲的 没有一个说 我躲就很正常 就必须得 一定要有这个东西 就是聊着天就喷着 它有多大的 那蚊子 那蚊子 挺大的 我想想 我见过那个 还有这么大蚊子 吓人吗 原始森林 而且我们当时拍的时候 晚上 天天晚上伴随我们 就是狼的叫声 呜 叫狼叫声 然后我们是 零晨三四点钟的时候 就有可能 把你叫醒 因为那个城市 被删还着 而且你 他们把这个 录成一个彩铃 把狼 对 把狼叫 录成一个彩铃 而且里面还有熊 蛇是经常能碰到的 真的 对 特别吓人 狼叫多可怕 狼叫 你怕吗 他怕呀 但是我们有规定 就是不能再往里走了 有一个区域 说这儿有可能还行 我们很很害怕 万一出来个活 就是 那个地方嘛 上卫生间 那就没有了 就是你 你很 你到原始森林 还上什么卫生间呀 你要想方便一下 我们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一路走好 正续回来 一路走 争取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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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害怕呀 大家就躲着 哎呦真的 非常吓人 你说男的还好 那女孩呢 特别吓人 全是结巴进去 特别吓人 说这出来活物 而且真有时候 我们看这蛇在那爬 疯了呀 叫唤 那女孩都疯了 我特别想大家看看 他们这戏有多苦啊 就说 他坐在这儿蛮帅的 你们看几张照片 你们都知道了 再往脸上呼你 这是云南吧 对云南 就然后 我经常到美容院 说花钱才让我做泥鱼呢 你们这个 这个是让我 一样特别深的 就非常苦 因为我趴在那个 我们在原始森林里面拍的 后面是个臭 臭河口 我快被熏晕过去了 还先不说 我的这个个人 就是身上抹的这个泥 环境非常 非常坚固 然后我抹这个泥 就是整个的就是 要一天 要一整天 你知道那个 一干了 就会抓得脸很疼 痒 痒 而且没法吃饭 没法做 吃饭怎么不能吃 就是只能 它全这方里掉的 掉那种黑的汁 然后呢 我就拿个吸管 就喝水 喝一天水 而且这个是大戏 还要动手跟别人去打的 他要伪装自己 让跟这个算 跟那个浑然一色吧 跟整个这个环境 不能去假的地儿吗 必须要到原始森林 因为我们最后那个打戏 有六级的量 六七级的量 必须要那样的氛围 你会打吗 我哪一种 就是说套招什么的 肯定没问题 但我自个儿 没练过武术 但是你比如打来打去的 你也得被人打趴去什么的 都有这样的 有有 天天受伤 然后我们打了 有一个最后 我们叫官邸 也不算大老板 官邸 然后把人打了 那人打了五天 他特别壮 他是一个健美教练 特别壮 打了打五天 我说他怎么还没把他打死 再不行 我们就不行了 你知道吗 他给我扔的那个 真摔啊 真摔啊 我后背里面 个的都是那个石头子 压进去 真摔啊 天天受伤 而且不知道 回去洗澡的时候 哎呦 怎么什么 这是一看 又一个口子 一个口子 天天都是 还有一个 就是泥塘子里 泥塘子里打的一场戏 那是真沼泽 他是 泡干了以后 是什么 主任当时说 石车水 把它完成一个 真的沼泽 石车水 六十车 灌满 我们下去了以后 一踩 一下去就 一下就到这儿了 到这儿以后 你自己就出不来了 必须三个人拽你 他跟你较劲 如果没有人 拽着往水里摔 拽着摔下去 然后自个儿就脑子 会经常磕在 那个钢板的 那个尖啊 或者哪儿 经常会磕到 而且你每天都 臭的 就是身上 天天天天天都在 打了五天 那你们那个 那几天你们的那个 这个石管里 都是泥巴吧 我们那几天 大家都不吃饭 所有的就是 浑身都脏了 已经不行了 就是水水泪战 去蒸泪 两个人要在里面 动手打 这是我拍过 动作戏里 最狠的一个 而且掉下去以后 就是你得拽我上来 你不拽我上来 我谁也上过去 有没有最危险的人 差点出事 有 我们有一个 要去救人 走那个悬崖峭壁 路这么框吧 我们三个人过去 要演他 要滑下去 我要拽住他 然后我也滑下去 别人在 行家动在拽住我 是这样的 但是后来刚开始 我们就是试了试 说有多深啊 往里滚了一个石头 往下翻滚 翻滚翻滚翻滚 半分钟了 还没听到最后那个动静 翻滚翻滚 最后 咚 一时 就一个这么大的石头 我现在下去 太危险了 最后是什么 我们 我找了一个支点 最底下那个人 他踩着一个树叉 支出来一个树叉 在那我抓着他 我在中间 他在上面拉着我 抓着他 然后这个树叉说 不行了不行 当时拍不了了 这个树叉已经松了 再不上来就不行了 结果上了那一刻 那个树叉掉下去了 跟电影的演的一样 拉就拉住拉住 特别危险 当然给我们吓坏了 因为就是你还要演啊 你不是说 你还得还得演 整个的这个情节 但是其实心这个石都在四周 这要滑下去该怎么办 就是我第二的着陆点 会是哪儿 我要扒住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才能让我活命 是这样 这个是让我们很吓人 我当初还有一个 特别惨的是什么 就是我认为是水堵不服 然后呢就是拉肚子 一天九趟 一天九趟呢 就是拉得不行了 就去医院打吊瓶 老徐他们来看我 说能不能盯得住 能不能盯得住 我是一天九趟 我们剪辑老师 一天十九趟 直接送回北京了 就是大家都在 发生这种身体 就反应什么不行 然后我是已经那会儿 就是他怕我扛不住 说这不行 然后就摆戏量给我钱少 每天先拍一点 不是那么那什么的 拍两三场 然后一定摆身体缓过来 说老徐说 不是你不能再瘦了 衣服一天天见大 戏也不接了 对不对 对 衣服一天天见大 说你不能再瘦了 我那个戏拍完了以后 是一百二十五斤 我一米八二的个 一百二十五斤 已经不行了 到后面老徐就给我 天天弄点海参 说你先捕着 你先弄点 但是就怎么也胖不了 对 因为他这个 包括我们还有水 水雷的 就是站在那个 这个整个水里面 要打出一个架子 挂在身上 水雷一站就是 一天在水里面 然后有一个哥们盯不住了 脸白了 直接就出了下去了 我们再给他扛上去 都划着皮挺拍 划着皮挺拍 就那样 然后呢最有意思的是 比较神的一件事出现了 是什么 当时我们还要下着雨 没有雨 我们要在雨里的泥塘子里面打 要下雨没雨 大家都拍了说 最后一件很沮丧 因为全景给不了 你吃水你包不了 那么全那么大 就在这会儿 打雷了 下了两个小时 晴天的打雷了 下了两个小时 后来我们就说 估计导演显灵了 他输了输龙的 本命连拍的 这 这什么 导演显灵了 打雷了就给了两个小时 一下雨要所有人都疯了 快拍 就所有的大家 就冲进去 从来就把所有的全景都补了 我怎么听起来 你们是一帮疯子呀 疯子一样的 在拍这个戏啊 我觉得演员真的很不容易 刚才我们讲到拍戏很苦 但是做准备很重要 而且我们戏里面有很多其他的演员 今天呢我们也真的访问到了一位 听他来爆料一下啊 这个张伯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 据我所知这个喝酒 尤其是喝啤酒这个事 对于张伯来说 是一个特别大的爱好 我们我们我们那个 当时拍的时候 那个开机之前 有这样的一个段子 就是有一天刚开机 就是还没有开机 还没有军训的之前 然后我就跟伯说 我说那个走吧 那个咱喝个酒呗 去了以后呢 结果就 然后就给他倒酒 我看他倒酒的时候 他没有拒绝 我说那这哥们 肯定是挺能喝 反正当时是 伯说说我还没开始呢 北平就已经先抬出去了 伯说我先回去睡觉去了 我就不行了 陪不了你了 反正我当时也喝了挺多 但是我酒量跟他差特别多 他酒量特别特别好 这么能喝呀 人都不行了 你说我还没开始呢 是是这么着 开始的时候吧 我们都不认识对方 他就敲我房门去了 他是东北的 就是胖子 走吧喝点吧 第一次 我说行行行 咱喝点吧 坐着一桌 所有都男的 先给满上吧 打上 我也就没客气 我说行那来吧 先我就先打了一圈 我这圈完了以后 不是我赔不了你了 快快给我嫁走吧 他就先走了 我说我还没开始呢 不是他张罗的吗 对对对 对他张罗的 结果他是第一个被抬出去了 服了 然后有一次我们俩喝酒 就是不是我们俩喝酒 就是他自个儿 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我喝水 他喝酒 然后呢 我说 一瓶 就一瓶 我说你别喝多了 我背不动你啊 我说他的量 基本就能达到了这个程度 我说你就别再说喝酒的事了 啥玩意儿 而且感觉东北大老爷们 想要把你灭了那种 对对对 一看你这个那么瘦小 他也是 我也能明白 他跟我戏里是对立面 我们俩是较劲的 来了以后 他就想先给我一下马威 结果自个儿先抬出去 你酒量多少呀 我不能喝 但是我比较猛 我就是这个 我的性格就我比较猛 端背我就干 他就一干 他就蒙了 他以为这是 哎聊着 拆着喝点 不不不 来来来来走 走你 我的战术是前面如果吓不怕 就是打不跑你 那我肯定牺牲了 就只能是这种 那别人一看 这哥们有点 先用前面把他吓倒 对 先气势在这 先光光光 先弄几下 然后再震一下 然后那有的人反应 哎呦 那个不是咱慢点喝吧 就差不多了 哟哟 来吧 你知道这就完了 估计这招不好使了 节目一播完以后没戏了 如果让你现在给 现在正在面临着 你当时出庆的年轻人 一份不爱的工作 稳定的收入 跟一份冒险的经历 有可能激荡的人生 你要给他们什么样的忠告呢 我觉得就特别特别简单 就是别放弃你的梦想 一直把它坚持走下去 你一定会成功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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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